睡覺的時候 感覺嘴巴有東西 吐掉 這真的是蟑螂 就那個汁就這樣 啪 就這樣上來了 不是 他就進來吧 我就 啪 幹什麼 他在開啪 就開啪 大家對於小強最怕的程度是 怕蟑螂的人 是 搬一搬 在女朋友面前的話就不會怕了 女朋友在場的時候 你看到蟑螂的反應 1 2 3 我當然是 要把 然後就拿一個拖地上 為什麼沒有女朋友的時候 你不能這樣 看女朋友面前還是要帥一點 但是你這個帥是硬撐出來的嗎 有一點勉強 有一點勉強 通常我在家裡發現有這樣的話 我一開始都會先不打 就先給他過就好 結果發現他後面有幾次白目 然後兩三次又一直來 就比全部聽這種感覺 然後他就看你不敢 他就笑我不敢啊 那如果你今天打的時候 想要牆突然飛起來 然後往你身上嗎 講問一下你們是怕蟑螂的人嗎 我是不怕 你不怕 所以他會幫你打蟑螂 對 他有加分嗎 我會拿拖鞋打 如果他不會打蟑螂的話 會扣分嗎 會扣 扣多少 10分 還是可能就是你知道 不會在一起 你猶豫了 信息是如此殘酷 那如果一隻會飛的在你家 跟五隻會爬的在你家 你要哪一個 一隻會飛的 所以你看到蟑螂的時候 你會跟他對決嗎 還是 我會跟他講話 你會跟他講話 你會跟他講長話 我說你可以趕他出去嗎 他會你什麼 髮型 我有兩種經驗 就是 都是睡覺的時候 一次是在睡覺的時候 感覺嘎吱我很癢 然後我就覺得 怎麼了 然後把他撥一撥 然後他真的是一個小蟑螂 看到他我就拿衛生紙 抽一張 趕快把他捏死 因為我有點疑惑 就是為什麼他會在棉被 在我身上 大隻我請滑大鑽我 第二個就是 小時候的時候 睡覺的時候 感覺嘴巴有東西 嘴巴有東西 就趕快 起來 吐掉 這真的是蟑螂 和蟑螂 緊貼緊吻的女孩 看到蟑螂的反應大概是怎麼樣 Action 真的 流高 那如果男朋友 會需要打蟑螂 沒有男朋友 沒有男朋友 那男朋友的條件 你們會先問他會不會打蟑螂 必須的吧 那如果他比你還怕蟑螂呢 分手 請親交一個男友 欸像你們女校啊 如果班上出現蟑螂的話 沒有就那種 漂亮妹妹 然後出去外面都很會裝 啊在班上 然後就直接 這樣下去的 喔真的還假的 真的啊 這樣就跳到一個兇慘 有點兇悍 那妳是屬於兇悍的嗎 我漂亮嗎 因為我先請負責 他們痛噴蟑螂的原因是 他們噴子 就那個蟑螂就是地上爬 嗯 漂亮妹妹就去打啊 他可能漂亮 蟑螂就不噴他 啊你本來問我們這種 是喔 就那個汁就這樣啪 就這樣上來了 那個感覺是什麼 我就覺得 讚 爽啊 自暴自棄 那妳們家如果有蟑螂的話 假如妳旁邊出現 貓咪會吃掉啊 啊貓咪會吃掉 貓咪會 牠都會先拆開 牠就在把牠那個腳嘛 牠有身體就是拆開 牠釣給妳的蟑螂 然後沒有腳 對牠沒有腳耶 牠會供奉給妳就對了 嗯 那飛的蟑螂妳要怎麼對決啊 我家的貓會後空斑 請放過你家的貓 牠對付蟑螂的教授是 欸我當 殺蟲雞啊 可是妳不會怕噴到其他東西嗎 為了讓牠死可以啦 如果牠剛好在妳最心愛的包包上面 欸那包包就丟掉吧 呵呵呵 在妳爸上面 沒有關係 那爸爸就 哭吧 來看另一位不孝女 我就是看到牠就叫阿嬤 阿嬤 阿嬤 妳不會覺得很可恥嗎 很會耶 很危險 好人家 對啊阿嬤打到跌倒怎麼辦 就是阿阿嬤六十幾了 殺你不孝 那如果蟑螂停在阿嬤的肩膀上 妳會扯身發掌過去嗎 可能就是拿個什麼拖鞋 反正就是不要直接接觸這樣 拿拖鞋丟阿嬤 哈哈哈哈 有必要的話可能會震 有必要 我沒聽錯話對不對 請氣養 接著來請找蟑螂鬥事 欸妳說妳會打蟑螂 我會打蟑螂 妳覺得怎麼樣的方式是最有效的 就拿拖鞋直接往牠臉上打 每次都有效嗎 每次都有效 可是妳不怕會爆漿嗎 會 帥不過三秒 欸那如果蟑螂出現在妳房間裡面 那妳會call他幫妳嗎 我會call我恰人 哈哈哈哈 那妳就是把他找我就是了 會打蟑螂的男朋友是必要條件嗎 是必要條件嗎 那他可以嗎 脫毛 不行吧 哈哈哈 愛是蟑螂 那我問妳好 蟑螂蜘蛛老鼠妳在怕哪一個 真的嗎 我怕蝴蝶 哈哈哈 蝴蝶 蝴蝶 幹蝴蝶耳欸 為什麼蝴蝶耳 蝴蝶就這樣 很噁心欸 妳怕的是會飛是不是 會飛的東西 幹蝴蝶飛起來我也會嚇到 我有心在哪 我從小就痛恨那首歌啊 你討厭蝴蝴蝶姐姐嗎 沒有沒有沒有 他是小強惡夢的化身 完全不怕 妳完全不怕 因為我們戲有解剖過蟑螂 我們自己抓 你們自己抓的 對 那去哪裡抓 我們會找化分池 化分池抓蟑螂 那妳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妳要怎麼樣抓到他會比較好 如果他是在地上排的話 我會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把他抓起來 妳講得好像 妳拿了一個便利貼 這麼簡單欸 加兩個手指頭就可以了 對啊 他解釋了大家會怕蟑螂的原因 我就覺得大家會怕蟑螂 其實是一種制約 就是妳從小就會灌出一種 蟑螂很可怕的那種概念 所以呢 妳看到他的時候就會 莫名其妙覺得他很可怕 但其實不是因為他長得很可怕 因為他其實就只是一種昆蟲 要是能重來 殺蟑螂你來 這位同學對蟑螂有不同的體套 那我問一下喔 你是一個會怕蟑螂的人 不怕 他長得那麼可愛 怎麼會怕 那你覺得蟑螂哪裡最可愛 他的外型很迷人啊 迷人 那如果他飛起來更迷人嗎 真的 真的迷人 就他跟大象其實差不多 有腳啊 有毛啊 可是 你就沒看過大象會飛 可是蟑螂就會飛 我就覺得 想不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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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吃 他已經上去了 就讓給他吧 那你會跟他一起吃嗎 需要的東西 有給需要的人 所以如果假如你女朋友在那邊尖叫 就有幫他殺他嗎 你會覺得他殺嗎 我會教育他 讓他近距離觀賞 教育他 常常是一個多麼可愛的動物 恐怖情人 最後來看真正的勇者 完全不不怕 就是 家裡那些大型的昆蟲什麼都是被我打的 你打過什麼類型的 拉牙 然後 會飛的蟑螂 哇 你現在是唯一給你挑戰會飛到的人 會飛蟑螂要怎麼打 你是打什麼 拿什麼打他 笑吧 就只能快很準啦 不然怎麼辦 所以如果男朋友比你還要怕蟑螂的話 對你來說是扣分 他會覺得 怎麼那麼沒用 他有蟑螂抗皮的原因是 我家裡就是很晚的時候去廚房 一打開 都是蟑螂 看太多一點 對 那你又怎麼樣 老娘今天要大開殺戒了 就是我看 哪個就是離我比較近 就先殺哪一個 殺雞儆猴 然後其他 就是隨便他跑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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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節目 是 是 你還怕蟑螂嗎 我會很怕大隻的 然後 我記得我有一次 我在我家羊台看到一隻很大隻的蟑螂 那是半夜喔 然後就直接尖叫 我都覺得整條街的人都聽得到 因為我用生命在叫 你的靈氣在用生命承受 他太大一隻了 有大隻 很大 就是沒有看過大小 就是 你為什麼蟑螂是這樣子 你為什麼蟑螂是這樣子 你整個都這樣子 你把蟑螂當成什麼在我 那你怕蟑螂雲嗎 因為他本身的外型啊 他在長的那樣 然後他的那個毛 他腳上也有毛耶 你腳上也有毛 對 北市庭根生 Rona有段甜蜜情緣故事 你這是 是浴室的嗎 嗯 我在這裡 我那個時候是踩著拖鞋進去的 拖鞋的 你現在是要出浴室是不是 對 我要出浴室 因為我不想要踏到這個 為什麼不想踏到這個 因為這個鏟子是光著腳丫 踩著 我懂意思 所以我就這樣子 就有一隻蟑螂跟站住的 但是很扁 蠟子的 蠟子的 妳就剛好踩下去是不是 對 就是講於說 我跟他的行徑環環是長時間的 超可怕的耶 我真的拖鞋打開來看 然後就是 一隻扁這樣的蟑螂耶 爆假 你就知道你有多重 不好看 天亂三之一的機率耶 你都足印了 他可能是你的前世情人 我都想過耶 真的嗎 你都說 你的前世情人可能會化作成某種 蛾啊 蝶啊 蝶啊 之類的回來讓你見面 可是你是蟑螂嗎 所以蟑螂我就剛好踩死他了 所以你給你玩 好被我玩活著啦 那我們請繼續情人登場 不想要是趕直接抓蟑螂的 就是徒手抓蟑螂 其實我現在只會怕會飛帳 這段恐懼經歷是 我們來剖析這個 案發的過程 我們需要一個那個 不用啦 這個這個這個 不是他就進來嘛 然後我就 他已經到這邊 然後就啪 然後他壓在裡面 然後就開始爬 就開始爬 因為他也想出去 對 然後我就停車 然後就把你帽就甩一下 他就直接掉到旁邊 所以我一看他是一直這樣 跑跑跑跑跑跑跑 還好我他媽都騎士時 騎士救了你 這是我離死亡最近的一刻 那誰證明你是對的 他如果長椅飛到蝴蝶飛到你的耳朵上面 蝴蝶王還好 可是蜜蜂我就會 就我們前生蜜蜂會亂飛 就會停在你這邊在那邊爬 就會停在你這邊在那邊爬 蜜蜂警告 還是這隻蜜蜂是你 其實是情人是不是 對 都有風的都跟他有關係 就是有一次是小學的時候 那個 腳踏車放在地上 然後我要把腳踏車拿起來 所以我就握到一隻蜜蜂 然後我就被叮了 然後我當下就一直哭一直哭 然後很神奇就 才變態 到底誰是受害者 你們是阿B嗎 你不是阿B嗎 你不是阿B嗎 我相信我很難控制力道嗎 我相信力氣很大 你小時候就可以下X公斤耶 笑你的煩惱總是吃 所以你跟DaniaAchoo吧 你覺得誰便 我啊 既然你誠心誠意的挑戰了 欸呦 這怎麼弄啦 阿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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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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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了你的道 你是故意的 我是故意的 欸 會扁掉 扁蛋寬阿扁蛋長 哈囉 Kimo 嗨 嗨 你是一個會怕蟑螂嗎 我超怕 可是 我覺得我怕程度有隨著 成長之後 開始越來越減弱 我之前住在小套房的時候 就是我只要 看到家裡有蟑螂 我第一個做的事情 就是直接關門 然後出去 等到過一段時間再回來 然後祈禱 他不要不要看到 我就覺得我的套房 固定有一隻蟑螂 大概都知道 他大概幾點會出來 然後他在哪裡出來 他大概是三點之後 就我睡覺 這段期間 會在我的套房的廁所裡面 所以你也給他一個活動時間就對了 對所以我就 你知道我後來就有 就廁所三點到六點是你用 就廁所三點到六點是你用 早上起來就給我用 你就睡好 我那時候就一直在心裡跟他對話說 沒關係你可以在裡面 但是你趕快就是在我醒來之後 趕快躲好好不好這樣子 我那時候就有點覺得說 哇他是我唯一的室友 就有點 你有換到健身前嗎 就有一種就是 我試的根本摩身後期 這個家裡面就只有我跟他是活著生物的那種感覺 就有一種有被陪伴的感覺 我就是後來對蟑螂沒有再那麼害怕了 其實有一次發生了一件 改變了我的人生事情 我高中的時候 我那時候跟朋友去吃某一家 那時候蠻有名的咖哩店 然後後來就是吃到一半的時候 我就覺得就是 奇怪咖哩裡面怎麼會有魚翅 然後結果我就 我就這樣子把那個 那個刺這樣拉出來 他就是一直 超強帶刺的蟑螂腳 後來店家他怎麼樣你知道嗎 他給了我 小家券 Pino幾美中 Lio 你的桌子怎麼來到這個新境界啊 那邊啊 我這 我買有禮物 會不會打開就趕快去逼住啊 對啊 應該不是一天兩天啊 來吧 你不怕你這個座位出現蟑螂 怕什麼 我可是 蟑螂英文叫什麼 我打Pino就好了 Crocrocro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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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殺手耶 以前只要任何出現 在有蟑螂地方 今天辦公室啊 什麼各個角度 我就是第一個拿起衛生紙 然後直接徒手 把蟑螂人抓起來 拿衛生紙不算徒手 你這樣不會有事耶 你誰可以不用拿衛生紙 你跟我說 Daniel Daniel你不用衛生紙可以抓對不對 蟑螂 小時候我也可以啊 廢話 小時候我就跟蟑螂 長大一起玩在一起 他是我的好的TOMODA集 你今天看到蟑螂的朋友 1 2 3 蟑螂啊 哪裡哪裡 來啊 對 就這樣 多大都可以 多大都可以啊 會飛也可以啊 會飛我還覺得很好玩耶 我還拿就是拖鞋啊 狙擊他你知道嗎 比如他就說 飛飛飛飛 他就被打到就掉下來嘛 真的啊 我就是說我是 Crocrocrouch Crocrocrouch 為什麼大家會覺得害怕 就是你們這些人造成的 你們給大家就覺得 它是一個恐懼 一個fear 就像小時候看什麼 櫻桃小丸子 小丸子去花人家 他們剖那個榴槤 哇好臭 然後我爸媽 那時候買榴槤回來 我說欸你吃吃看 我說不要 小丸子就真的好臭 我不耐吃大便味道 後來當然真的有魚嘗試說 哇 有魚這麼好吃啊 你們要拋開那些成見 然後用心靈去接受它 那你為什麼要放下 一個今天的職業 對啊 看你現在會賺人多痛苦啊 我放下來了 畫口畫去loser 生我一個 其實因為我對你認識 你做好好講話 你也講這種開場白都有問題 你說以我對你認識 你的鮮肉為主太嚴重了 我覺得你應該不怕這樣講 我怕爆欸 真的嗎 我怕爆啊 可是你身為一個 比Daniel 還要man 的女子 我為什麼在你心裡面 是比Daniel 還要man 的女子 你那個時候說 Daniel 畫龍赤鳳 然後你覺得我比他man 我在你心裡面是一個 球染客那個 說真的無違和 我有一個英明 那個我們家曬衣服的地方在頂樓 然後我那時候 上頂樓要換拖鞋的時候 我就一踩他就發現 這個拖鞋的觸感有點怪 怎麼有一坨東西在裡面 那個拖鞋是有包頭的 然後他就躲在那個包頭 那個陰暗的角落裡 我就直接赤腳這樣插進去 幹 蟑螂 然後他就被插死了 大傻爆眼 那如果辦公室裡面有蟑螂 因為在前公司我跟Leo 以前也是同事嘛 然後那時候Leo就坐在我對面 然後他那時候座位 其實跟現在座位也差不多 都是這種 然後他那邊就是很有名的 就是蟑螂會誕生的一個 出生地 蟑螂新手村 然後他就在那邊就是半工半道一半 然後就聽到對面兩大 然後就知道又死了一隻蟑螂 然後你知道這好像是每一次 有蟑螂在那個 那個在其他人座位上出現的時候 大家都大喊 好Leo Leo 都是你啦 然後Leo就 哪裡哪裡哪裡 我來我來我來 哎唷 我的兄弟又出來了 他那個貨源欸 他是我的好好的透霸打劫欸 我剛剛聽完你講的故事 我深深的覺得 坐在Leo沒有空 那如果你的蟑螂掛我這邊 你可以負責嗎 你們可以模擬一次那個情境嗎 就我很好奇 你遇到張婉妮有什麼反應 就如果今天 等一下 你要給反應啊 你說屁啦 不是 請問 我一般人看都這樣 很像一個幼教老師 我們來看看昆蟲客 他這樣很像蜂蜜蜂 這裡才是你的家 然後有一次我在洗澡的時候 就洗完小孩子 洗到一半 然後最後就結束了嘛 然後就是 可是一樣是全錄 然後把那個 雷毛紅掛好之後 發現那個 就是角落怎麼有一個 啪啪啪的聲音 因為我沒戴眼睛 我想說 會吧 不 好 我怕怎麼會再動 然後一進去看 洗澡 他的出角一直這樣 敲那個地上 我覺得他在跟我們挑釁 他在跟我們挑釁 當下就 去槍斃就是 那你都Ending了 你應該可以馬上逃出去吧 因為 我覺得他應該是因為 突然碰到水 而被囚禁在那裡 比較難起飛 對 我不知道他的那個HP條 怎麼會恢復 因為他現在是身負重傷 對不對 你想要趁狼之尾 趁狼之尾 就想說 可是我如果靠近他的時候 他剛好HP條已經恢復了呢 對 那我就是一個羅底的 然後就跟他戰鬥 然後後來我就決定呼叫 我第一 他聽了狀況之後就說 好了哥哥你先出去 然後就說 我把門關上 然後那個 要上戰場 他說 我可能不會回來 然後聽到裡面 腥風的血液 砰砰 然後又有水聲 然後又有拖鞋聲 然後最後 他說 結局了 那時候我已經穿好衣服了 然後我就說 如果我有穿衣服的話 我應該要幹 自己將嘴 好那各位如果 又被蟑螂嚇到青年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們分享 D咖調劇局 蟑螂大逆襲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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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